我绝对是爽温小说中最早的反派 本想抖到大结局 拿到系统奖励回去给母亲治病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女主们个个都不按常理出牌 天天围着我转 这是嫌我洗得不够快吗 而这一切只因为他们能听见我的心声 但我却全然不知 今刻意外被系统拉入网络爽温里当起了反派 这次这本爽温教 战神又花脱出手的方法 主角又是边将战神龙奥天拉个货 第七次了 之前的六次自己洗的一次鼻子惨了 今天的剧情是第八章 他会在自己和冷清秋的订婚宣布阶段站出来保护冷清秋 自己和他嘚瑟 被他打断一条腿 之后下线几张去养伤 而龙奥天则俘获冷清秋的芳心 两人从此狗胆连环 没羞没骚 这一次 哥哥我一定要狗到最后 带着系统的奖励回去给老妈治病 第一女主 冷家长女 千锋集团女总裁 自己舔了三年的女神 最重要的标签是 龙奥天的女人 金柯 我是不会和你订婚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大姐你快饶了我了 跟你订婚 我还想好好活几年呢 身材是不错 脸蛋也是极 可惜了是个无脑大女主 被龙奥天忽悠的智商下线 甘愿给人当后宫 龙奥天拿下冷清秋 基本也就拿下了冷家 可怜冷家的脊带嘉义 就要便宜性能的 我同意 你同意 不对 金柯刚刚云云云动 但是怎么说出了那么多话 我只听到我同意三个字 是他亲口说出来的 之前那几句是什么鬼 青秋 我想清楚了 咱俩确实不合适 以后咱们就做普通朋友吧 赶紧去给你的龙奥天 当后宫去换你 还有另外999个女人 一起吼着他的男人 给他舔鞋底 高呼他英文 现在第一要务 是赶紧搞定这个傻娘们 这妞自以为天才无敌 实际上就是龙奥天岸板上的肉 已经九分熟 就差我这一份了 什么 我去给人舔鞋底 还和另外999个女人 一起吃奔一个男人 这个金柯的狗脑子里 到底在想些什么 这傻娘们儿什么毛病 我都不连营了 你还这么大火气 不过他是龙奥丢女人 也绝对不能遮罪 好在女主的脑子都是有吞的 应该很好 我们去和长辈说清楚 走走走 您慢点 金柯 你行啊你 整整舔了我三年 现在心里一口一个傻娘们儿的称呼 还说我脑子有坑 一副巴不得赶紧 与我巴掌两个丢探 拿我当什么了 我当要看看你到底在这什么鬼 妥了妥了 三年的功夫就当胃口 只要和这个傻乎乎的女人 解除了婚约 就凭我这反派身份 去哪不能过上神仙日子 她喜欢给人当后宫 没办法 人家天生就是给人当后宫的命 我必须和这纯女人撇清关系 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拖泥袋水 你担心我骗你啊 我金柯对灯发誓 绝不会搞妖蛾子 我说解除婚约就解除婚约 而且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骚了 从对方的生命里消失 消失你开心吧 怎么着 我冷清秋以前是你的女神 现在成了臭狗屎了吗 这种狗男人简直 臭不要脸 叔叔阿姨 老爸老妈 我和青秋已经商量好了 我们不打算订婚了 青秋他坚强 独立 聪慧 我敢 他应该找到更适合自己 更懂他的人 最重要的是 那个人应该是他真正发自内心的一生所爱 我们应该支持他 祝福他 虽然我很喜欢他 爱他 珍惜他 胜过爱我自己 但是 真正的爱是成全 是放手 我是他老子 他是个什么货色 我还不知道 这混蛋指不定 又憋着什么坏人 可怜冷家了 几代家产 最后都便宜了那个有莫天 这些豪门的家主 也真的是 女儿去给人家当后宫就算了 成百上千亿的家产 也要给人家 我土的脑子有坑 我为什么突然能听到荆轲的心声 不管 不过如果按照荆轲的预想 那这情节也太惩罚 我要去给人当后宫 还是我几天前 雇佣的保镖 绝不能放过荆轲这小子 他肯定有鬼 青秋啊 你的意思呢 叔叔阿姨 爸爸妈妈 我同意和荆轲订婚 瞬间整个屋子都安静了 所有人都知道 三年来 荆轲跟赖皮一样缠着冷清秋 而冷清秋大有宁喜不从的气势 大姐请问 你同意订婚是个什么鬼 你可是龙傲天的女人啊 你这么高 龙傲天非打喜我不可 你倒是给我好好的按照剧情走 哼 你想退婚 你恶心了我三年 我今天就是要恶心恶心你 我倒要看看 那个什么龙傲天 是怎么把我拉入他的后宫的 可是我为什么能听到他的心声啊 不过荆轲好像知道很多诡异的事情 虽然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鬼 但是目前来说 最优选择就是偏不让他如常所愿 两家大人开始热烈的聊了起来 兴奋的讨论这两个人以后的婚礼怎么办 星秋 你今天出门是不是没吃药 怎么静说胡话 我倒是觉得反而是你很不正常 好好好 我们不争 就是这个婚约 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定 真的 三年了 老娘面对这个混蛋一点办法都没 没脸没皮没尊严 什么下流手段都敢用 真的快被他烦死了 今天终于被我拿捏一次了 星秋 你是不是迫于长辈的压力财 你想想 我烦人不烦人 烦人 讨厌不讨厌 讨厌 恶心不恶心 超级恶心 那你还要跟我订婚吗 要 紫雪两家人已经谈好了 兴奋地拥缩着两个人来到了小花园 这不玩犊子了吗 要不料几分钟 龙澳天就得冲出来 把我踹踹成 再把冷清秋抢走 合着 这是我躲不过去的节 我哪怕知道了之后 事情发展的方向 也必然是什么都做不了 倒议 这个家伙 居然还知道之后 事情发展的方向 各位来宾 今天要在这里宣布一个重磅消息 金家大少荆轲 人家张女人青秋 将在下月初时举办订婚典礼 我反对 来人 把这个低级保安弄走 事情怎么会跟他说的那样 龙澳天 你做什么 青秋 请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允许 别人强迫你的 你的命运 应该自己掌握 假如安州居请走 荆轲赖皮赖脸 金家人已是压人 此时龙澳天挺身而出的话 冷青秋这真子会很惊讶 很感动 但是有了金科提前的心理铺垫 微到全边了 这个家伙处心积虑的接近自己 图谋自己的家业 阴险又恶心 简直比金科还让人恶心 龙澳天 你只是我的保镖 我的家是轮不到你操心 青秋 我知道你的担心 你放心 今天有我在这里 任何人都别想逼着你去联姻 你可是战神啊 义正言辞的话 应该还有好多吧 说吧 说后无读 你得让所有人知道 你站在正义的一方 请开始你的表演 堂堂雪城 四大家族 不靠正当手段 经营牟利 竟然要靠牺牲 一个女孩子的幸福 来进行利益捆绑 你们是否还有羞耻之心 是否真的在意过 青秋的幸福 青秋 人家把话都说这字而上 你不敢动都说不过去 快给老子 冷叔叔 冷阿姨 青秋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你们真的忍心 把她往火坑里推吗 荆轲是个什么货色 整个雪城 人尽皆知吧 把女儿嫁给这种人渣 你们真的就没有一丝 心疼和惋惜吗 哼 我的是 轮得到你一个保镖来管吗 你被开除了 现在请你离开这里 嗯 怎么 好像有点儿不对劲儿呢 这什么人啊 这么没规矩 人家里办喜事 怕跟着天什么乱 看样子就是个四批 就这德行还寄于冷家大小情 这个人的德行看上去好容易啊 嗯 你们喊那么大声干嘛 仇恨直拉差不多他就要动手 都给我冷静了 小子 今天是我们家经绍大喜的日子 找这儿是吧 看看这是什么 沙包大的拳头见过吗 既然你想动手 那就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叫战神归来 我今天就 好兄弟 冷静 冷静 犯不上 害我面子 惊少 您拿我当兄弟 是 好兄弟 一辈子 惊少什么身份 拿我当兄弟 今天我就帮您查了这小事 好啊 来啊 动手啊 是兄弟就别动 龙奥天 你闹够了没有 滚 我让你滚 青秋 是不是惊家的人 威胁你 你放心 区区惊家 在我眼里 只是蝼蚁 龙奥天 你已经被解雇了 现在立刻离开 我多一句话都懒得跟你说 我明白了 青秋 他一定受到了 荆家的威胁 他不知道 我是战神归来 怕我被荆家的势力伤害 所以故意假装 和自己决裂 牺牲自己 来保护我 太感动了 我的女人 果然有担当 龙奥天 显然误会了 不只是他 荆可也觉得冷青秋 在保护龙奥天 大姐啊 我很乖的 绝对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我求求你快跟他走吧 以后的剧情最好没有 我真的跟你们扯不起 今天看他这急火攻心 又狼狈不堪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让人感觉还挺滑稽可爱的 金哥 你起来吧 好 不会吧 这也能吞上我 我啥都没干 兄弟们 有人要跟咱们 金少强女人 打他 苍天啊 大地啊 这套户本这么难刷吗 你们都给我别动 谁动老子弄洗谁 那个金少 您是不是对我很不爽 没有没有 我很爽 我爽飞了 我觉得你和青秋很配 结婚给我发喜帖 我随份子 要不你让他们过来打我吧 毕竟是为你出头的 不不不 您放心 今天有我在 他们一个也过不去 看来金科真的是能够预测到一些未来的事情 现在整件事的味道全边了 场面看上去是 金科一心息事宁人 龙奥天则好像显瘦而不够大 非要搞出些大动静来不可 龙奥天你够了 滚 现在就滚 好 我滚 但是青秋 请你相信 将来无论何时何地 你遇到了什么危险 我都会挺身而出 哪怕与全世界为敌 快滚 真不赖我 我也没整明白 您别够呛嘛 经过前面六次穿越 老子总结了反派生存的三大铁律 第一 不要跟主角装备抬告 那绝对是作死的最快路径 第二 主角的女人不能碰 能离多远离多远 第三 绝对不能干坏事 你将成为主角的金面包 为主角的装备大业 贡献一点联博之力 恭喜宿主完成了初步的狗活测试阶段 难度细数一颗星 我们这里给宿主准备了第一阶段的奖励呢 亲 奖励什么 奖励您一辆跑车恶亲 玩妈妈 我是雪城四大家族之首的金家长子 掌管金风集团的有钱人 我差你一辆豪车 宿主不要激动哈 这辆豪车可不一般恶亲 有什么特别啊 这辆跑车有整整四个轮子呢 亲 冷清秋怎么回事 按照剧情不是该跟主角走了吗 现在这算什么 那边的情况我们这边暂时不了解 要详细了解的话 请宿主与他主动攀谈哦 哼 我跟他谈不溜 龙欧天刚才那眼神 已经是想掐死我的眼神了 拜托你想个办法 让他们赶紧还原吧 这样下去我迟早被你玩死 请宿主不要担心哦 我们这边给到的反馈 就是想要玩死您的天 靠我 哼 说吧 怎么回事 又憋着什么坏人 没有啊 唉 你骗得不 你是什么货送我会不清楚 告诉你 你最好给我收收心 好好歹清秋 否则我饶不了你 他不会嫁给我的 他有多防务 整个雪城的人都知道 那他今天为什么 突然180度大股关 同意联姻呢 我真不知道啊 我也纳着闷了 那你又为什么 又不然端起架子 不想联姻了 呃 我 心怀大爱 你现在真的是 越来越不要脸 带上一份礼物 一会儿你去看望你干爷爷 京家在雪城经营了数十年 和陈 徐 冷 三家关系都不错 尤其是和陈家的老爷子 京科他爸还拜了干爹 最近干爷爷卧病在床 我只知道贪玩浪荡 还没露面呢 对 等一下放下礼物 打个招呼 然后赶紧跑 人都齐了吗 老大 都齐了 好 京少的订婚仪式 被那个叫龙傲天的家伙搅活了 这口气 我们能咽下去吗 不能 说的对 京少是我们的老大 在雪城 从来只有京少抢男霸女 无恶不作 没人能欺负京少 抢男霸女 无恶不作 抢男霸女 无恶不作 所以 我们要去找到龙傲天 胖走龙傲天 把京少的场子找回来 找到龙傲天 胖走龙傲天 抢男霸女 无恶不作 抢男霸女 无恶不作 你干啥呢 京少您来了 京少 我有九种办法 可以玩死那个龙傲天 九种 您就看我的吧 你是不是闲的 以后抢男霸女这种话 不要喊这么大声 我不要做人的 京少 你以前都是 不太要脸的 我现在要脸了 行不行 都听懂了吗 现在我们京少既要当婊子 还要立牌坊 连回精神没 当婊子立牌坊 当婊子立牌坊 都给我滚 当婊子立牌坊 小鼻仔子 你别走 我今天跟你拼了 哎哎哎 京少 京少 这都是按照您的指示 训练出来的吗 大家都习惯了 这都是你训练的 对啊 您放心 我知道您的意思了 龙傲天这个臭药饭 我非把他 照刚啊 京少 我带他 我们是兄弟 这个毛孤太特么了 而且一根筋 留言不信 让他这么做下去 所有的账都得算在我头上 回头龙傲天 非得开死我 京少 我不配 我只是个 是兄弟 就别来谈我 听话 以后别招惹那个龙傲天 告诉所有人 见到龙傲天都绕着 你明白吗 啊 为啥呀 我不理解 我已经死了六次了 这次打算走到最后 我必须走到最后 兄弟 只要这件事你办得好 我车库里 最近应该新进了一台跑车 我送给你 那可是一辆保持节 送你了 天心地心 没有京少带五心 天高地厚 不如京少对我的温情厚 从今以后 照刚之躯便是京少之躯 照刚之命便是京少之命 别逼逼了 去准备些礼品 我要去看我干你 是 老大 爷爷啊 你好好保重身体啊 多吃点有机生态大米 你的身体会好起来的 我公司那边还有好多事 我得回去了 邓辉啊 你先别走 待会徐丫头要来给我看病 你在边上帮我看着你 你知道老爷子我最信任你了 老爷子啊 按照剧情 我后期还要利用您的信任 坑陈家一次的 陈爷爷 您没事的 我得走了 撒手 哼 荆轲 陈家爷爷最喜欢你 你屁股还没午热就要走 你的良心喂狗了吗 狗系统你王我啊 这明显是之后的剧情啊 徐雪娇致病失败 陈老爷子危在旦夕 此时龙傲天出手相救 徐雪娇对他精湛的医术 灵力膜拜 方心爱血 陈家老爷子对他感激涕零 之后才创造出 龙傲天和陈家长女陈梦琳 以及徐家才女徐雪娇的一段姻缘 这里没有啥事 in 爹爷爷 我先给你把把麦 这小丫头不长盖就光往胸口发芸 以后肯定是个换 你说什么 按 我没说话 你明明说了 你个大色狼 雪娇 你这是做什么 惊少又没说话 难道我出幻觉了 身材劲包的小萝菱 这要是从后面折腾起来 爽歪歪嘛 龙傲天真可没有不局 怎么回事 大家都好像没听到他胡说八道似的 而且声音也不像是正常发出的 难道是他的内心所想 先专心给陈爷爷看病重要 陈爷爷有几处血管堵塞而已 我用银针通一下就好了 您放松了 小妹妹 事情怕事没有那么简单吧 你是谁 忘了介绍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 龙傲天 医术精湛 我特地带他来给爷爷看病的 北国的名医我都认识 从未听过有个年轻神医叫龙傲天的 爷爷的健康至关重要 莫欢歌不要随意相信别人 小妹妹 正所谓高人不是初 是初不高人 不要小瞧人了 对 就是这个节奏 你把本就半死不活的陈爷爷 制成全死男活 然后龙傲天大侠出手救命 之后你对他方兴暗许 甘当后宫 和冷清秋做好姐妹去吧 荆柯 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的医术会出问题 会把陈爷爷制成全死男活 我还要给这个口出狂言的家伙当后宫 还跟冷清秋一起 冷清秋版这个脸瞧不起人的样子 看着就烦 你给我闭上嘴巴 他在那边 哼 我说你呢 我屁都没放一个 你问问大家 小妹妹 老爷子的病 怕是整个北国 除了我龙傲天 无人能治 这两个不要脸的东西 一个在心里嘀咕个没完 一个在旁边阴阳怪气的 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讨人厌 我走针的时候 你们都给我安静 可惜啊 文王九针 虽是上等针法 但这小丫头下手太保守了 绕开了两处大学 坐等龙傲天救人 徐雪椒方兴暗许 可惜徐雪椒一代萝莉 不是 是一代名医 竟然要去做龙傲天的后宫 这个坏家伙 竟然还懂医术 自己刚刚的确是用了 比较温和的走针之法 绕过了两处比较凶险的穴位 他什么时候这么懂医术了 爷爷你怎么样 雪椒节 你到底行不行 我爷爷要是有什么事 我跟你没完 小妹妹让开 我来帮老爷子起死回生 你别过来 爷爷还活着 这小美女刚刚这一针 跟之前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突然变得胆大起来了 而且学位找得极准 糟糕 这小子要使坏 暴天兄 啊 怎 怎么了 没事 就是觉得您帅 哦 谢谢啊 不客气 我去 幸好被荆轲发现拦下来 这个龙奥天居然在我行针的关键时刻使坏 简直太险恶了 陈老爷子面色逐渐恢复红润 每半分钟就睁眼睛了 雪胶啊 陈爷爷 有你在真好啊 这次别走了 就留在雪城吧 爷爷 您就安心养病吧 荆轲呢 我大孙子呢 爷爷 我在呢 我这手怎么这么疼啊 我怎么会告诉你 这是刚才你拉着我不让走 被我拍的 没事 输金火血 自己装逼为伴 而总特们中道风俗啊 该死的荆轲 怎么哪哪都有你 老爷子太偏爱荆轲了 我陈莫欢才是你亲孙子 我的天爷啊 这里除了一个半死不活的陈老 我喜好 别人都恨不得掐死 龙奥天 因为我拦着他泡妞之路 恨不得弄死我 陈莫欢因为他爷爷宠着我 想踢死我 取雪胶打响就看不上 今天更是不知道吃错了什么料 好像恨不得掐死 赶紧溜 他刚刚冲出来给自己帮忙 也不是那么无情无义吗 金少 出大事了 您得赶紧去藏药厂 出了什么事 此时身为药厂股东的徐雪胶 也收到了这个消息 直接追了出来 雪胶妹妹这么急着追出来 是有什么事吗 这个家伙太特么能装了 黑了采购细料的钱 搞得一整批药材和成分表对不上 现在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金哥 最近药厂没什么大事吧 啊 没什么大事 放心 有事我会处理 这丫头怎么出来了 龙奥天呢 他们不是应该已经出去喝茶聊天 开始探讨匿术了吗 一个大女主缠着我干嘛 药厂的事肯定很重要 必须先去解决 这个家伙不知道药厂的具体情况吗 难道钱不是他黑的 金哥哥哥 咱们得有一年多没见面了吧 啊 有吗 哈哈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啊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的碾压过我们逝去的青春 抱抱 现在最紧要的是处理药厂的事情 那他们是药 出了事就是大事了 这个妖女竟然要我抱抱 什么玩意儿就抱抱了 玩谁呢 这个家伙又怪我好事 什么就抱抱了 龙兄 您来得正好 这部雪胶妹妹刚刚脾气有点冲 但是实际上 他对您的艺术品是敬佩的 你们好好聊聊嘛 都是痴迷艺术的大家 肯定有很多共同话题 我还有事 再见 哥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 祝你们早上贵子了 总之别搞我就行 必须马上走 否则龙傲天容易长沉 金哥哥 你别走吗 从小到大 你不是每次和人家分开 都要抱抱的吗 他故意的 许雪胶当然是故意的 听见金哥的心声后 已经彻底惹忙了他了 原来你怕龙傲天啊 哼 你怕什么 我就偏偏给你上眼药 让你不得安生 死鸭肉要坑我 他好像知道 我很多人忘了 哼 每次分开都要抱抱 惊少好像咋了 雪胶妹妹开玩笑了 没有的事 什么没有啊 我八岁那年 第一次被你骗去角落里 轻轻抱抱 你忘记了 你还偏要人家脱衣服 给你检查 说你以后打算当医生 这个丫头 看着人畜无害 内心竟然这么明暗 表演练习了 可不知了 恶人自有恶人魔 你两个没一个好东西 谁打死谁都是皆大欢喜 姐姐就喜欢看坏人自相残杀 小时候的事情 我不记得了 那今天得抱一下吧 不抱我 你就别想走 你有种 金哥哥 你好讨厌 又占人家便宜 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龙哥息怒 我刚刚抽筋了 那个 你们聊 我家药厂出事了 我得赶紧回去处理 雪娇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放心 我一定不会放过金哥的 他可是雪城四大家族 之手金家的大少爷 一般人可惹不起他 就凭你 什么四大家族 在我龙奥天眼里 都是蝼蚁 看来在你眼里 我徐家也是蝼蚁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再见 那么的 刚刚差点就挂了 金少放心 回头我就找人弄死 那个龙奥天 给金少出气 放屁放屁放屁 主要是徐雪娇那妮子 哼 这死丫头 金少 我怎么看她对您是心动不已 都主动扑怀送报了 嘿嘿 金少您放心 我会帮您拿下 这个徐家的神医小萝莉 到时候徐家的资源就是咱们 你闭嘴吧 记住 不许招惹龙奥天 不许打徐雪娇的主意 这死丫头 分明是想玩送 哎呦 那不正好吗 你们两口子 谁玩谁不都一样吗 真特么对于弹琴 哼 要唱怎么了 金客不知道的是 徐雪娇坐在自己的车里 正在监听他们的谈话内容 刚刚的那个拥抱 就是偷偷放窃听器的举动 要兼部的张总监 真他妈的不是个东西 小少爷为了压缩成本 就把这批药里的一些珍贵细料 缩减了一些 其实中药嘛 又吃不死人 那个家伙竟然直接写了辞职信 扬言要把这件事捶出去 您说这老东西是不是作死 我看呢 咱们给他这么办 咱们要求正常铁牌发货 反正都是中药 也称不死人 也要不死人 这姓张的不就是图钱吗 给他个一两千万让他闭嘴 他要是不同意 咱们就让这个人扯得消失 只要他一消失 这件事就 行了 闭嘴吧 加速去药厂 金客 你敢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就别怪我徐雪娇不客气 别人怕你金家 我徐雪娇可不怕你 更何况 这批药太贵了 这么大批成药要销毁 是要惊动到上面的 到时候损失就不只是药材 细料 成品加工这些成本费用 那么简单了 甚至可能动摇企业 跟階和品牌的市场信誉 损失无法估量 要不行 就不能出场销售 打死也不行 屋漏偏逢连夜雨 怎么倒霉的事都往一起赶 这也不是正文里的剧情 这算什么 系统还能随时篡改剧情的吗 这一趴应该没有了冒天了吧 但是徐雪娇又是怎么回事 为啥突然就想害死我 金哥 事情我都知道了 您打算怎么处理 这批药死活不能出场 必须销毁 必须销毁 这才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吗 有了 我就说要正常出货 他是绝对不会让这批药出场 我再借此机会和他炒一顿 然后撤骨 他以后大概率也就不会搭理我 老子还侦探娘的是个天才 雪娇妹妹 你看情况是这样 这批药的造价太高了 压缩细料是我的主意 这样药的效果虽然会有点缩水 但是咱们是中程药 是不死人的吗 眼接着眼 可是销毁的话就会惊动上面 咱们只要酒厂的名声就毁了 股价会崩对吧 后期药品的销量都会疯狂下跌 是吧 以后就没钱赚了呀 然后呢 咱们对所有知情人都封口 这个时候要顶住压力 办大事 对不对 骂我骂我快骂我 反对反对快反对 我撤股 你来当大股东 从今以后咱俩谁也别招神 老死互相往外 你还是乖乖的去和龙奥天搞对象 给他当小老婆 咱们各走各路 谁也别碍神 这个家伙已经在心里打病主意 要销毁这批药材 但是他自己不干 让我来干是几根例子 而且躲我跟躲瘟疫一样 搞什么我就那么贱 要去给龙奥天 那个恶心人的玩意儿当后宫 京哥 我和你想的一样呢 果然要场不能没有你 关键的时候 还是得靠你来掌舵才行呢 雪娇啊 你是不是听差了 我说的是要撇牌 出场 把要卖出去 对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呢 依着人心 徐雪娇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这生儿子没屁眼的事 你也疼你 你脑子进水了 雪娇 你要想清楚 这是要 要是干嘛的 救人的 要是不合格 就会耽误患者的病情 你想想 成千上万的人 会因为咱们的药 办吧 明白 我全明白 你批成药而已吗 有啥大不了 真的要是耽误了病情 就算他们自己倒霉了 谁让他们自己生病的 京哥你说是不是 但是我们白花花的银子 花出去了 转不回来公司的损失就大了 京哥 我支持你 这样 这批药今天就出场 要求三天内全部发出去 以后别管我叫哥 是我爹 雪娇 你真的 想好了吗 想好了呀 我就信你 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向上面汇报 这批药我们要立刻销毁 请他们派人监督 同时内部展开系统调查 所有相关部门进行作业流程检讨 查处细料采购相关人员 撤销其职业资质 并移送司法机关立案调查 京少 这批药的价值是六个多亿 六个多亿啊 您再想想吧 您和许总不是都已经 滚 公司的事是你一个保安队长 能插货的吗 我连这点家规都立不住吗 这特么是药 是治病救人的药 都特么给老子听清楚 这批药 要是谁敢出场一箱 一盒 一粒 老子把他的脑袋拧下来 当球踢 别说六个亿 就是六十亿 六百亿 老子也让他们死在咱们药厂里 一点要扎走 也别想出场 你怎么看 许总 突然感觉 我也没有那么了解荆轲啊 这个家伙 和小时候完全不同啊 那些他七行霸市 无恶不作的传闻 真的是事实吗 会不会是搞错了 而且 刚刚这顿脾气 发的还蛮帅的吗 荆哥 我说过 你说了算 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卧槽 这死丫头 从一开始就吃准了 我不会让这批药出场 她对我的名声 就没有一点点耳闻嘛 你怎么敢跟我这么玩 不对 哪里出问题 肯定是哪里出问题 荆哥 我下周过生日 邀请你来我的生日 他至于这里的事情 交给你了 这个荆轲 当自己同意这批药出场的时候 他看自己的眼神 那个失望哟 好像他是大好人 我才是雪橙第一二少一样 不过 今天这小子着实摔了我一脸呢 今天的情况太奇怪了 我为什么突然能听到荆轲的心声呢 还有为什么他能预测到 即将发生的事呢 他似乎很害怕龙奥天 谜团太多了 冷总 下班吗 嗯 下班吧 三年里 每到这个时间 荆轲必定早早地等候在了门口 手捧鲜花 追着自己说令人作呕的土味情话 可是今天没有了 总感觉心里突然空落落的 今天荆少没来吗 是不是闲的 怎么回事 不是一直盼着他离我远点吗 现在他消失了 我怎么变得烦躁了 为荆轲吗 我要见你 什么 大点声 我听不见 荆少 你陪人家喝酒吗 哎呀 等一下 我打电话呢 能走吗 我这边有点忙 改天再聊吧 查荆轲的位置 过去找他 你们几个陪好我大哥 他可是轻易不来这种地方的 今天你们要只能让他 销魂十股 最黑 等少给你们美人十万红包 上步风顶 金少 你喜欢什么花样啊 金少 我们做游戏啊 我们有很多游戏 都很销魂十股呢 你们先安静一下 我和死胖子聊聊片子 怎么了 我和冷清秋要订婚了 你知道吗 知道 就那冷清秋 我都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他有什么呀 身材 脸的 这里哪个姑娘没有 你这三年耽误了多少美女的青春 你知道吗 再说就算你喜欢当舔狗 你舔他干啥呀 就冷清秋那死得行 他冷家还剩下什么了 还不是的指着你们老陆家 挤他们续命 就这他还拽得二五八万似的 整天板着个臭脸 看到他我都想吐 至少他是好人家的姑娘 那我姐也是好人家的姑娘呀 你和我姐为啥分手 你为啥去天冷清秋 目前我姐 我姐和你轻为竹马 两小无猜 你要是把这三年的炮弹 都留给我老姐 扫成我姐夫了 估计我都能把大外甥了 那么的 我和你姐为啥分手 你心里那个B数吗 那不是你把我灌醉了 给我搞了几个外星妞 都在我肩膀上 干你姐抓了个正着吗 我那是年轻不懂事 咱们可以解释的吗 可是你呢 仗着自己是陆家大哨 竟然直接就甩手不要了 说真的 你到底有没有拿下我姐 是不是玩腻了故意甩她的 我和你姐那时候才高中 特么的高中 我啥都不懂 我亲她脸蛋 一口三天没睡着家 你们大学三年都在一起 你失忆了 那不是你告诉我 得先找别的女人练手 否则公布不到家 你姐会嫌弃我 星科 你把话说清楚 第一次是我说要练手 第二次是你拉着我 说要复习上节课的内容 巩固学习成果的 争取在我姐身上 考个好成绩的 对不对 是不是你 好 这个时候怪我了 那的兔女郎 绕着钢管秀大骨的时候 你客妈跪地上哭得跟累人一样 说我对你有再早之恩 还说你下半辈子 要天天这么玩 是不是你 快快快 让女孩子们都过来 音乐打开 打开 大点儿生 都嗨起来 都说我龙牛屁股 一大王枪 好 音乐怎么着呢 哎哟 这不是我的准备婚期 冷清秋大美女吗 快坐快坐 演歌唱 你好潇洒 还行还行 找找乐子 找我有事啊 跟我走 有话问你 我是男人 一个铁骨铮铮男二汉 傲骨音风好少年 找几个妞怎么了 怎么 你是不是不高兴 是不是生气了 好 解除婚运 冷清秋 别说大爷不给你机会 要是连震你都能忍 老子就认灾 急眼了吧 愤怒了吧 要发脾气了吧 把你面前的啤酒 凉我脸上 咱们就一拍两散 哎哟 你干嘛生气呢 人家担心你吗 你 你不要以为 道歉了我就不骂你 今天不玩了好不好 我今天特别想和你聊天 这冷清秋 今天到底中了什么血 干啥呀 这是 我就是想安安静静的 当个小反派 过几天安生日子 不想和你们这些 大人物扯犊子啊 咋就这么难 咱们自己过自己的不好吗 老死不相往来不相嘛 谁也别搭理谁 有那么难吗 这个家伙 是真的想让我有多远 滚多远吗 没办法 只能这样 不给你下点狠药 你就不知道 本少爷有几条腿 要我消气啊 可以啊 喝了他 冷清秋看着金柯 眼神愤怒 哀怨 勒水在眼眶里大砖 我心疼他干啥 别被他这小眼神而骗我 总之要扛住 就不能和他纠缠不亲 趁早得罪了他 趁早分手了个事 哇 但是这幽怨的眼神 老子是不是在葬孽啊 不喝啊 不喝 就是不给我面子 不给我面子 就是不给我 面子 我金柯在雪橙可视 金柯 别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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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疼他就是虐待自己 别真喝啊大姐 别喝了 你骂我几句 转身就走就好了嘛 实在不行 给我一嘴巴也行 这是干啥呀 对 对不起啊 聊聊吧 我不是故意为难你 实在是 这事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金柯 你不是人 你说的对 我不是人 金柯 忙什么呢 马上来药厂哦 人家等你 什么 大姐啊 苍天啊 我已经走了一整天的剧情了 就不能让我歇会儿吗 反派不是人啊 你说啥啊 不是啊 是你说那批药要尽快销毁的 我已经都安排好了 今晚就销毁 明天开发布会 我们得连夜赶工 你不是药厂的副总裁吗 你在就行了 希希 这种级别的操作 必须是总裁大人 您亲自签字才行哦 而且你不想人家啊 我想你个大头脑袋 你整天都在憋着害我 你先告诉我 你和龙奥天再没在一起 龙奥天 今天的那个所谓的神医 亲 我认识他谁啊 人家心里只有你吗 大姐 我求求你 放过我好不好 你别跟我说这些废话了 这样 我去药厂 我亲自监督销毁的全过程 你就不要去了 咱俩就别见面 可以吧 不行的呢 按照标准的销毁流程 需要你 我 上面的领导 以及我们集团内部审查委员会的负责人 还有相关公正人员在场才行哦 缺一不可呢 我知道了 但是我告诉你们 这一次 我绝对会搞到最后 绝对会 你们别想陷害我 兵 恭喜反派把大女主冷情球控制住了 目前主角已经在营救的路上 祝您披荆斩棘 奉兄化解 我操 你们还有人性吗 我啥都没干 也没打算干坏事 主角来干啥呀 写书得长脑子吧 反派没干坏事 男主来找什么茬啊 哦 很抱歉 您不打算对冷情球做点什么吗 我要厂里的残刺品 都给我去零夜宵 我对他做什么 我哪有时间啊 哦 那便是 我看看 是取雪椒在那里呢 就是说 您打算同时对两位女主出手 对 明白了 您是要提升男主龙奥天的救援难度 手道 顺带一提 这是个高招 你收到的屁 我没打算对任何人出手 我就是去销毁药材 药材 残刺品的药材 这样啊 这样剧情不太好看的说 我们这边还是希望您能积极一点 对待女主多一些不良动机 这样男主那边的剧情 才比较好启动起来呢 你给我听着 龙奥天他爱启动不启动 老子是死活不会再动 我对女主没兴趣 任何一个女主都没兴趣 明天我就把他们俩都搞 绝对不会脱离战士 搞定 您这里提到了搞定这个词 我明白了 就是说 您这边是打算明天再对两位大女主出手 而且绝对是丧心定口 恶贯满盈 丧尽天良 灭绝人性的那种事吗 狗系统你放过我吧 我死六次了 每次都老惨了 你就让我狗活一阵子行不行 这俩女的我都不会碰的 话说你能不能让他们不要老围着我拽忧 我不是主角啊 他们的休闲时间 不是应该和男主龙奥天在一起 各种暧昧 各种养眼啥的吗 说到底 现在第一天剧情就绷成这样 你们有直接的责任 好吧 宿主搞错了呢 实际上 这里的所有人 事物都是真实发生的 我们这边只是作为监督和观察的角度而存在 我们唯一能做的 只有针对于您的剧情推进 能力提升和有限度的场外沟通 男主女主做什么 去哪里 亲近谁 我们都是控制不了的 也没兴趣控制 真实的 都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 我肯定是做了什么 让他们故意跟我掺和在一起的事情 不对啊 我啥都没干啊 冷清秋那里 我要退婚 是他不干 晚上也是他来找到我 徐雪江那里 龙奥天要下黑手 我给拦下了 难道他知道了 不对啊 他不应该知道啊 要常理 他似乎很确定 我会销毁不合格的药品 顺带提醒您 熬过首日可成功领取 首日大礼包 好物多多 实惠多多 将成为您作死路上的助力 让您尽情开展和男主的对抗剧情 在被拍死之前 享受极致的爽快体验 做到死而无怨 含笑九泉 你是真狗